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论语,子章篇第三节 子下之门人,问交于子章,子章曰,子下云和对曰,子下曰,可者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章曰,义户勿所闻,君子尊贤而荣重,加善而今不等,无之大贤于于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显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段文字记载的挺长,但是呢,跟这个我们现代的这些语言呢,差别不是太大,很容易理解 有一种近现代古汉语的味道 那么,这个里面一些字呢,我们反正简单的就跟大家挑出来,就分享分享啊,具体的意思 门嘛,两善为门,一善为户 门人嘛,就是由于,在这一个院子里头有个门嘛 就是相当于一个建筑里面有个门,都在这个里头进出的 同种门人,就后来要简单的派别的意思,在这就是指了,学生,或者徒弟,或者是说,朋友啊,同属于类的 问,就是在门口外面发个声,自己不明了,不知道,想让别人告诉 交者插也,插就是指,最早的交就是指双腿交啊,双腿插呀 说了,胳膊上臂啊,插,那么后来演变成,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人跟人之间的同叠,啊,交往,成为交 那么云,云呢,我们说嘛,就是天上下雨,有云,我们祖宗会认为 那么这个云呢,就是老天爷,啊,圣明,天灵,啊,天上的灵,啊,跟我们讲话 所以云有说话的意思,不说而说嘛,那么就用云来说,就有说的意思 和,和,和,就是背啊,为什么背啊,背什么嘛,所以就是,和 咳就是指,就是交易完了,多两层交易完了,早日结束发个声,称之为咳 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咳呢,就是一个默论两咳的这种啊,就是一,某一个标准 当然在这就是说,很模糊的一个标准,就是可以,啊,自以为可以,啊,自以为接受的这种意思 那么,子章就进行了纠正了,聚,聚就是指,呃,聚不被度量红所接受 那么就称之为聚,啊,聚就是,呃,有度量红的地方,那么,后来度量红,呃,聚也可以叫度量红了 那么,不被大家接受,就称之为聚,义,呃,这是,呃,就是鸟的翅膀嘛 鸟的翅膀跟人的上肢是,啊,一样的,啊,就好像是,一样啊,就有也的意思 那么,不,不,又不一样,那毕竟不一样,尽管相当于,所以就是,啊,不一样 呈之为义,呃,锁啊,就是人呆的地方,呈之为锁 闻呢,就是指耳朵,啊,听到,或者是鼻子,啊,得到的一些信息 呈之为尊,是双手小心翼翼的直,呈之为尊 那么,在这指重视的意思,闲,就是指,嗯,眼睛明亮,啊,明察求好,啊,看得清楚,啊 拿盐作为工具,那么能够监督军的人呈之为盐 和氏啊,氏啊,夫啊,都实际上是一样 容就是指家里的这个,呃,都两横,当然不能作为标准 就是差盖差不多,那么在这就是,器具,家里呈东西的器具 那么,器具呈东西,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呃,空间 那么大能够呈得下的意思,重,人多为重,三个人嘛 家,家和增加的家是一样的,这是天的意思,表扬红阳的意思 善就是大阳,啊,善对,对待小阳,称之为善 那么,细心的照顾和人,大人照顾小孩一样 金呢,就是指扶持,啊,也叫同情,啊 能呢,那就是熊嘛,力量大 呃,江,就是扶起来,称之为江 那么,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紫下的一个学生,或者徒弟,或者朋友 去向紫章呢,问,哎,怎么跟人去交往,啊 跟人家去互动,呃,分享 就是,那么,紫下呢,就问,啊,紫路,紫章呢,就问 说,那么,紫下是怎么说的,你的老师,紫下怎么说的 那么,这个门人呢,就回答说,哎 哎,我们老师说,哎,呃,那可以与他交往呢 就跟人家,觉得不可以跟他交往,就不跟他交往,啊 那么,紫章呢,就觉得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哎 为什么不对呢,那么他先,首先,也不是说自己认为 而说,听说啊,我听说的跟你这个说法,跟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弟怎么听说呢,那是君子,啊,成功懂道理,明白道理的人嘛 那么,会对这个,嗯,贤,啊,能够平等待人的人去尊重重视 而那个包容,啊,做不到的那些人,那做不到贤嘛 那么去,包容他们,因为他们有可能会懂道理嘛,会做到平等嘛 人都是通过犯错误才明白道理的,通过,你在犯错误的过程当中 也不是我们就要去迫弃人家,或者瞧不起人家的 所以要包容,去接受 当然,包容,接受,并不是说就是赞成你这种做法 而是说,你这么做,啊,我们去接受 哎,而不是说,你这么做是对 接受和认为它对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自己一闷闷去平 那么,对这个善举呢,能够做到,善就是平等嘛 说白了,就是大家自己一闷闷平嘛 什么叫善,就是平等 家善就是能够洪扬平等 而帮助同情这种不能的人 哎,觉得这不懂事嘛 那都是有个成长的过程 那么,我如果是做到了闲了 就是能做到平等了 那怎么会对别人不包容呢 因为明白道理了 你就要去 按照道理去 这个接受别人 那么选择,别人可以选择不平等啊 那么当然呢,选择不平等会吃苦头的 或者会认识到自己错了嘛 所以就会接受别人,啊 做道,法则都允许我们选择不平等 人选择不平等 那么我们作为贤者 明白道理了吗 怎么会说不接受呢 那么反过来讲 我不贤 我做不到平等 人们就会拒绝我 实际上人的本性都是心向平等的 那么人们就会拒绝我 而不是说 我怎么去 我去拒绝别人 那么这点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只是说 可与不可 是不能作为与人交往的标准 那么可 我们所谓的可 可以是你自己的一己之私作为标准啊 我觉得你能满足我自私 我当然就跟你交往了 我满足不了 我都不跟你交往 但是你这个是错的 那么一子章呢 就进行了纠正 说二十亿能不能够平等 你平等了 那么你去 就能去包容别人 那么你也能够 重视平等 哄扬平等 并且能够去 这个 同情 包容这个 还做不到的人 那么你做到闲了 那别人当然 你就会去包容别人 那么别人也会去跟你交往 你做不到闲 我自己做的 做不到闲 做不到平等 那是别人去交往 那我自己不平等 我自私 那别人不愿意和我交往 我填着脸就跟别人交往 怎么说 还我去拒 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想跟人交往 如果按照那个标准 人家可能不跟我们交往 我们做到平等了 自然而然 也就是别人会跟我们交往 这人的本性就是归向平等 就像道德经里头说的 那个公一样 高者抑制 抑制 抑制 就这样 把你向平等的方向去拉 去推动 那么在这里头呢 就说 做这个跟别人交往 互动 要遵守 也是要奔着一个平等的原则 首先把自己弄明白 那么用孔子的话 要名正言顺 你总有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平等 你那个渴 也就是从某种顿上 当然你那个渴也可以站在 这个真理真相上 在平等上 那也可以认为是渴 但是往往我们会用壳子去 就是这个边界 模糊 概念最后就是不清楚 讲的道理呢 说几实话 就后面会 这个紫章 这个紫下呢 也说了一些 这个道理 小道 听起来是有道理 确实他也不完全道理 但是呢 你真真正正的 你就会 把别人弄 迷糊 弄混乱 所以呢 那么紫下在这就 纠正了紫章这种 可者愚之 不可者 其不可者拒之 这种说法 重点是纠正了这个可字 标准是什么 以平等 那么 显 善 那么作为交与不交 再一个交与不交 也并不是说 想说为了得便宜 而去 善待 而是说作为人 就应该 向我当人 看待 就是正常的这种 骄傲 其中的这个韵味 大家自己闷闷就贬 这节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